感谢您访问cccchealth.org CCCC致力于提高公众对预防保健知识的重要性 在2021年3月,我们将推广大肠癌检查 大肠癌也称为结肠癌是发生在大肠和直肠中的癌症 直肠是连接结肠和肛门的肠道 有时在结肠或直肠内会形成稀落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,这些稀漏就会演变成结肠癌 结肠癌是美国癌症死亡的第二大主要原因 通过预防性检查,60%的结肠癌死亡数是可以避免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,罹患大肠癌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数据 90%的结肠癌发生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 如果您有结肠癌和发炎性肠道疾病的家族病死 低纤维和高脂肪饮食,缺乏运动,高BMI指数,吸烟和大量饮酒 也会增加罹患结肠癌的风险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建议50至75岁的成年人进行结肠癌筛查 使用粪便检查、结肠镜检查、大肠镜检查和CT大肠镜检查等筛查方法 结肠镜检查可以发现稀漏 因此可以在其变肠癌症前将它切除 在CCCC,我们将帮您检测结肠癌的危险因素 并根据您的年龄和危险因素转建您去做结肠镜检查 我们还提供免费的FIT测试 可为Montgomery Care患者测验粪便前血 并为胃头保患者提供相关的血液检查 大多数的保险计划都有包含预防性保健 针对50岁和50岁以上的患者 以及有较高风险罹患结肠癌的患者进行结肠癌筛查 如果您的年龄超过50岁 并且少未接受大肠癌的筛查 或者您的症状包括血便 持续的胃痛症软或体重无故减轻 请立即致电到我们诊所预约进行筛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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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